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杨宇总统长 向あ理科技 蔡慧金总经理 亚洲大学 их慧珍副校长 亚洲大学管理学院陈宁慧院长 欢迎所有的会宾 会宾请就座 亚洲大学在上海科技教育基金会的资助下 设置hemuI杰出总裁讲座 邀请杰出企业家现身说法 传授创业秘诀与成功之道 欢迎今日到场的企业经营者 高阶干部以及本校管理学院的师生们 现在就正式开始今天的杰出总裁讲座 首先让我们欢迎亚洲大学科副校长 为我们致辞 有请科副校长 今天我们很多的贵宾 武董市长 我们上瘾的蔡总经理 还有我们院长 还有各位业界的先进 我们亚洲大学的同仁们 还有我们的老师 我们的学生们 大家不安 今天很高兴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亚洲大学的盛会 我们的high win 一个杰出总台的论坛 那么我今天代表蔡校长 来跟大家致欢迎词 蔡校长现在因为今天我们学校 正好同时有一个国际论坛 是大数据的一个国际论坛 所以校长正在另外主持那个论坛 所以这边由我来欢迎大家 那我首先呢 还是要谢谢我们上瘾科技公司 以及他的教育基金会所安排的 这样子给我们亚洲大学 以及给我们业界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我们知道上瘾公司 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创新卓越的公司 公司不断在成长 公司也不断创新 不断追求更好 那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台湾之光 但是我们更敢配的是上瘾公司跟亚洲大学 我们的一个大学的社会责任 是一样我们有相同的理念 也就是不止我们自己要好 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使命 大学就要带动整个社会 能够带动社会的进步 那么上瘾公司也 虽然不是大学 但是也有这样的社会责任 他们不只上瘾要好更要带动整个社会的进步 所以他们设立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总裁论坛 邀请就像我们今天的贵宾吴董这样子 很多的台湾很多我们很多杰出的企业家 很多杰出的总裁 他能够来分享他的经验 我们知道Open Innovation在现在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的创新不见得都是由我开始而已 实时很多的时候透过很多大家的一个经验的分享 那就可能带动一个很新的 很新的一个Innovation 所以Open Innovation 现在也是非常重要 我们谢谢上瘾科技 上瘾科技教育基金会 这个给我们这样的一个 这个亚洲大学去实现我们这样的一个社会责任 也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论坛 这样的一个讲座 那今天我们特别很高兴 是我们的很有关心企业的董事长 吴隆斌董事长他来跟我们分享 大家看到他这个题目自我 这是非常 我刚刚跟吴董讲 他虽然是一个工程人 是学工的 是一个工人 但是他是一个非常有人文素养的 大家从他的题目就可以定出来 那么我们知道在 我是学心理学的 我跟吴董也是带他忙 所以特别有亲切 台湾之瓜 而且台南之瓜 蔡总经理说我是带了 OK 好 那我们今天呢就是 我们知道吴董呢 他非常的在觉得今天 现在在台湾面临很多的变局的时候 那我们知道就是怎么样的 能够在心理学里面说 那一个人呢我们怎么样去开创自己的自我 首先你要了解自我 你要认识你自己 你要有自知之明 可是更进步 你要把自己的优势能力把它找出来 能够打造你的优势能力 去开创你的南海 那这个是等到南海开设出来 你能够去追求你的自我实现 那吴董刚刚告诉我 他觉得现在很重要 在变局当中一个公司也是这样子 我们怎么样能够了解自己 了解自己自我 然后又能够掌握大环境 然后能够杀出一片组织未来的一个重要的目标 然后去达成去追求这个实现 那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期待 能够等一下来聆听我们吴董这样子一个 这个科技人可是谈了一个非常有人文品质的一个这样题目 我们也知道就是吴董呢 那么他这个带领的很药光系企业呢 现在已经创造了很多很好的我们台湾之光的这个品牌 世界的品牌 那我们知道现在那个 在目前呢我们看到很药关系企业呢 那么他是深耕全球的汽车扣件的市场 那开拓到现在他们的关系企业已经有三十几家 那便有四千多个员工遍布在海内外 那目前不只是台湾紧固件的产业的龙头 他正在跨步全球布局 我们相信未来是全球最大的车用扣件的龙头 而且我们知道吴董事长也是一个非常 他是非常坚持品质的 虽然在很多的危机当中他很坚持他的品质 所以不断打造他的品牌 而且他不断的创新 那吴董事长他本身爸爸是凤梨 他是凤梨酥之子 爸爸是那个做凤梨酥的 那他也因为这样子 他现在在多元经营 他开始经营凤盒子 所以有一个新的品牌 那他的重要的概念是他希望做一个凤梨龙之子 他要照顾更多的凤梨的这个凤梨绒 以这样的理念他去开拓这样子的一个凤盒子 而且他也不断走向创新 希望打造一个绿能的市场 希望能够带动未来就是在绿能的市场 也能够开有一些新的商机出来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 就有上瘾公司这样的机会 那么我们有吴董事长 这样的一个open innovation 那亚洲大学向来我们一直也很重视 我们的校训就是健康 关怀 创新 卓越 我们相信也跟上瘾 也跟我们恒耀也是都有相同的这样的理念 我们很希望这个就是亚洲大学 我们不断在追求身心灵的健康 我们在追求我们的社会责任 关怀 我们也在追求我们不断的创新跟卓越的时候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带动就更多像上瘾 还有就很要这样子的很多企业家 他们更多更好的一些成长过来的经验 然后给我们的师生带来更知道怎么样去体验 跟实践健康关怀 创新卓越 那今天很再度欢迎各位嘉宾 还有我们师生达地银这个论坛 那也敬祝大家今天享受一个这样的盛宴 回去的时候您也有一个新的创新的想法 您也有一个更高追求阻力的目标出现 那也在这里预祝大家身心灵健康 万事如鱼 谢谢 谢谢 亚洲大学今年算是永恒英国开悟时报 亚洲最佳百大大学办学绩效卓越有目共睹 本次海外论坛的重要推手就是上瘾科技 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蔡总经理为我们致辞 有请蔡总经理 是副校长还有我董事长 还有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各位企业界朋友先见面大家午安 首先代表上瘾科技交易基金会来 欢迎大家历年今天的开会论坛讲座 其实呢这个讲座历年来呢 我们有邀请到形形色色不同的企业家 来为我们大家演讲分享他们的纪念 那今天这个讲者跟主题蛮特别的 武董算是我们这历年来的开会论坛讲座 这个总裁讲座里面最年轻的一位董事长 而且他的题目非常吸引我 我想我们的人生的面向有五个面向 一个就是亲情 友情 爱情 还有一个工作 一个自我的部分 我们都知道亲情呢 别无选择 因为你出生在哪个家庭 谁是你的父母 谁是你的子女 我们应该没有选择的 那就只有负起责任 可是友情的部分的话 朋友你喜欢不喜欢你可以做选择 爱情的话婚姻的话 你一定要两个人 给我选择就是两个人 如果有一方觉得不OK了 那另外一方 那就要另外寻找办法 就是一定要两个人 那工作呢 工作串起我们人生很多的经验 也就是说你很多想法很多梦想 也藉由工作去实践它 然后让你的生命更丰富 可是人生这五个面向里面最难的 就是自我的这一个部分 那我们今天要谈的这自我呢 不是ego那个自我 不是那个很自我独断那个自我 而是be safe be safe be safe 那个自我 怎么去做自己 怎么去在自己人生的里头 发挥自己的能力 如何让自己的强项能力去发挥 不是在职场上 包括就是亲情的互动都是一样 那我们的武董事长今天很赫悲 就是要自我这个角度来去出发 跟大家分享 我相信他有多大的见解 可以让我们有另外一种思考 那回到为什么说 我们今天要邀请武董事长来呢 其实武董事长我二十多年前 又认识武董 那是在以前就是卓董当创立大元器馆的时候 因为我是第一个员工 那时候我们就认识了 不过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 那我们彼此也很庆幸 现在都各自有一片 就是有一个舞台 我自己发挥自我的一个空间 我觉得其实也蛮幸运 蛮庆幸的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邀请武董事长过来呢 左董事长特别要提醒我 说一定要说到一个重点是什么 我们台湾很多的中小企业啊 要去自己创业 年轻人去创业的时候 或者是你成为经验人 你熟悉你的产业要去创业以后呢 很有可能你会很容易很多人 都会去挖自己的老板 劳动家的墙角 也就是说你从这个企业出来之后 因为你就熟悉那个领域嘛 熟悉那你的技术嘛 然后你出去自己创业之后 你可能就去影响到自己的原来的老板 你服务了公司的客户 或者是你的供应商 但是我们今天的speaker 我们的演讲者 吴董事长 他就完全不是这样子的 他从三星五金认识左董事长 他们曾经一起复杂三星五金 因为吴董是三星五金的重要干部嘛 所以在他们互动框的当中里面 左董也发现到 吴董他个人的特质 他的很Smart的地方 然后他自己决定创业以后呢 他有虽然有在 罗帽产业的技术的基础 可是他自己开发自己创业的 却是刚刚师傅下长 有科夫下长有谈到就是 汽车相关的罗帽 扣件焊接罗帽 对不对 完全没有影响到原来的东家 就是一般企业界会发生的事情 他完全没有发生 也就是说 吴董上本来他的个人特质 他自我的要求 他对创造价值 有他独特的想法 然后他实践他了 这个实践的过程 坦白说很多创业的人都会经历过 那吴董上也经历过了 可是他是怎么的 在从自我的实现里面 他去成就这些事情 我觉得他就是很值得 我们来学习 然后可以了解之后 作为自己养分的一部分 所以我坦白说 连我自己都很期待 今天的演讲的是很快 那最后我要祝福大家 经过今天的这个演讲之后 我们回家之后 也可以重新思考一下自己 自我的思考那部分 像我一直很强调就是 自我反思 有自我反思习惯的人 比较有能力去 有包容的心 跟感激的心 那你的人际关系也会比较好 那现在我们就 来欢迎我们的吴董市长 来为我们开启今天的正会 好 谢谢大家欢迎他 好 那我们就 以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的吴董市长 我们分享今天的主题 自我 我们分享的视频 我们分享 chia 今天在場的企業界的先進同學貴賓好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首先要感謝商品科技公司給我這個機會 到這裡來跟大家做報告 也謝謝有這麼多現場的先進的工廠 那本來這個論壇我想講的是自我 剛剛在科副校長還有蔡總經理的介紹之下 我腦筋一轉好像一次題目不用講 我把我的頭影片撥一撥再看到 反而來看看我創業這二十七八年來的雙年普拉可能更好 不過我們還是照我的 tempo來 照我的步驟來 那剛剛蔡總就提到 我今天是跟他第三次見面 第一次見面我記得是1986還是87 在上雲科技馳迷的前兩年 我還在三星科技 原先的三星五金上班 我到台北他辦公室去了 他就跟佐董真的是很草創時期的B路蘭嶼 他們兩個人在經營的大營氣管 那我剛剛的原文 今天是第三次見面 那第二次見面是兩年半前 在上雲公司跟他見面 我忘了蔡總 只有我約佐董 佐董就把蔡總跟他兒子的那個佐副總 先請出來跟我談了十幾分 佐董還進來 那第一次一見面 在上雲公司進入下一個 佐董你還在呢 真的是經驗啦 後來佐董進來說 老弟啊 你以為他早就走了 現在博士都修回來 而且修了一個心理學 而且這總經理在我場內 所有的製程他都可以 掌握得很透徹 那後來我了解 因為原來上雲在台灣這麼成功 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因為我一直很想了解 上雲的人力規劃是怎麼弄的 結果他就跟我講掉 我是總經理專門搞了人力規劃 把上雲的人才這樣一代一代 一波一波的培養上來 所以這呢 我要先跟他那個 誇一下 不然沒機會誇他 認識了27、80人 沒機會誇他 那接下來我們就直接進入我的主題了 我這個題目其實是不好講 但是我來嘗試看看 我本身是學機械工程 但是我在大學時代 就接觸了不少 中國的文史者 國的一些經書 那這一次他邀我來 因為我從來沒講過這個題目 以前到外面去 我是講比較專業方面的 我也不講文史者 那今天的三個主題 原先我是只想講自我 那呢 主辦公司我講 這個論壇呢 一般呢 來個企業家呢 企業主 企業主都會講他自己的公司的經營 還有他的管理理念 所以後來我就加了二人商 就很要關心企業檢介 還有我的經營理念 那剛剛在車上有跟我的 蔡協理 我的陳秘書講說 欸 我一直關心這兩三人來了 我一直關心 食安是台灣現在大家全世界 最夯最熱烈討論的 有關台灣的題目 是台灣的食安問題 但是呢現在又 蹦出了一個更嚴重的問題 這是台灣的空氣問題 所以我後來又加了一個 所謂的 台灣的買汗 PM2.5跟PM4.0 抱歉 這個讓我呢 算是一種置入性的行銷 在最後我做個報導 那自我呢 我又分六個階段來談 為何來談自我呢 就剛剛呢 顧下長講 在這個呢 整個時局動盪不安 而且呢 台灣的政經環境 又面臨了很大的挑戰 老實講 台灣政府往哪裡去 台灣人呢 自己呢 怎麼來 往前走 如何找到可以安身立命的方向 要怎麼來立志 這是台灣社會面臨一個很大的課題 而且是很破缺的課題 因為我接觸了很多人的年輕人呢 很多人已經放棄了 他們跟我講說 欸 黨而已 不好啦 比較拚 真是人 拚一間家 或是人拚汗 二十幾歲呢 就有這種心態 我說呢 整個人還沒開始發展 已經快要凋零了 確實這是台灣一個很普遍的現象 那再來就是呢 那個 不是這個要賣雞排 就是那個要賣那個 熱的鮮草茶 我的朋友還真的跑去賣 還賣的還不錯 所以呢 是去年嘛 鴻海的郭董 賣了一個博士呢 賣雞排去台中 結果那個家伙呢 反而呢 那個熱賣 他營業 聽說是被郭董罵了以前的 所以呢 免費幫他做廣告了 所以呢 那我們都曉得呢 我們從小 從家庭教育 對我們的教育 其實台灣的教育是很大的問題 台灣的教育 只想嘛 那個 我不能講名字 那也是台灣一個企業組的 第二代的小孩 他呢 跟我講一個多鐘頭 他怎麼偏偏海小孩 那那一天呢 我聽了以後也是很相悅 不敢直接呢 反駁他 但是我也沒有幫他背書 因為很多台灣人很喜歡呢 像選舉的話 飄錯亂頭 幫人家背書 這不好 這也影響到自己的任何 所以到現在 我還跟那個女孩講 是要找他說 欸你這樣培養小 這樣小孩培養了 雖然是在美國已經 在美國練博士了 但是我曉得呢 他陪台灣會發生很大的問題 因為完全是在專業領域配 在人文方面呢 完全沒有 那你沒有人文呢 一輩子兩 很難過了 即使你賺了大錢以後呢 我也不能講誰啊 像我最讚 最基賞的企業家呢 是Morris 張中埔 而且我見過兩次 他跟他太太那種 就現在的這個 現在這個太太 他是現在的太太 招數分吧 哇那兩人在一起 那種互動 跟他那種感覺呢 不得了 但是呢 他在公司經營也是不得了 因為他的人文素養 是很深厚 他小時候在上海 他在大陸出車嘛 他那時候呢 外面呢 又很少 社會很單純 他在家每天在讀書 普通中國呢 那個 就中國文化的書呢 我不能講 中華文化不要講中華 中華人的字太敏感 就接觸了中華文化的一些書籍 到現在深深的影響了 張東 那後來他的一個蔡總 已經離開了 蔡總呢 犯了錯誤 最大的原因就是 人文背景的問題 所以不得不呢 要他離開 當然離開是 大家呢 好聚好善 也沒有絕對掉了 所以呢 我要強調說 台灣新的教育呢 如果呢把小孩 只呢 從小把英文學好 把數學學好 把理化 把物理化學都學好 沒用 一定要把文史者呢 有很深的涉略 那這是台灣教育的最大問題 那台灣的文史者呢 反而對呢 理工商 完全呢 沒接觸 所以呢 如果呢 在台灣呢 你娶個太太回來呢 他可以幫你燒飯 可以幫你煮菜 可以幫你把整個家庭的那個 整理很乾淨 但是你要他去換個日光燈啊 要那個修呢 什麼電器 他覺得不會 因為他從小呢 就 沒有被引導 去了 更廣泛的 對所謂大自然跟呢 這個 一些 理工的接觸 所以台灣變成很偏僱 所以真的是兩方 文史者跟 另外理工業的工 幾乎沒有什麼往來 所以造成呢 很多企業家 我也不好意思舉例 這是負面的例子 等到賺到錢 我真的不曉得幹嘛 那只好呢 吃喝玩樂 那這樣一吃喝玩樂 沒關係 台灣的風氣呢 也帶換掉 所以呢 我今天呢 會選這個題目呢 有一個深層的意義 就是說我希望 能夠在這裡 跟大家做個報告 能夠跟大家交友 能夠讓家 有多多稍早 讓大家回去可以想一想 所以呢 到這裡要談的時候 那你到底要做什麼 你如果是一個企業主的話呢 你一定要把 要做對的事情 那你如果是一個 經理人 一個主 一個主辦 那你就要把事情做好 就是自我可以呢 先把這兩個領域 把它切開在你的工作上 那當然呢 能做什麼 想做什麼呢 能做什麼是自己專業能力培養 那想做什麼 就是自己的報告 那有的人呢 從小呢 在我的年代 我想呢 那個蔡總覺得小的 寫個我 每個人呢 我們這種年代的那個 五十歲以上呢 應該就在台灣的小學的時候 老師決定給你一個做文 比如是我 三四年級 那我的願望 那時候呢 大家最大的願望 是想長大以後呢 當蔣總統 這當初呢 講他就是當笑話講 因為當初的 台灣的總統都姓蔣 所有的學生想當總統 所以說我以後的願望 是當蔣總統 那有的人想當工程師 像我 從小就想當工程師 但是我有另外的願望 我從小 就想當一個歌手 結果呢 這個呢 在我國小六年級的時候 我把國中一年級斷送掉了 我小還是五六年級 還是合唱團 你不要聽我的聲音呢 這麼難聽 其實呢 我小時候呢 還會唱點歌 所以我第一個願望 是想當歌手 那我在國藝的時候呢 很不信 也是不信這麼大信 那時候呢 台灣呢 東智都會包粽子 有一種是減重 台灣話叫鼻掌 那現在的減重是用減粉 那以前的減重是義太減 義太減呢 一看好像醬油膏 所以呢 那天呢 我家包粽子呢 包粽子就包 台灣時候的體長 我祖母呢 就在櫃子裡面放 那個菜脯很貴 那個櫃子裡面放了一碗的 義太減 我下課回家 這麼好 有醬油膏 然後就去弄了一些薑 薑末 弄了一些甘草粉 弄了一些糖 哇 這很好吃的 台南的美味啊 然後就切了一盤番茄 開始的叉子一沾 一沾 一吞 整個呢 嘴巴到火龍 都燒掉了 那還好 我反應快沒吞進去 就吐出來 那到醫院去急救呢 回來我 看著 用鏡子看我自己的嘴巴 不敢 它全拍都擺了骨子掉 從那次以後呢 我的聲音就好不了 就沒辦法當鵝手 所以呢 沒辦法 要因死呢 要因死至於呢 就要轉變 拚命呢 拿理工人不好 所以後來就當上了工程師 那如果現在在問我說 我最大的 那個 慰望是想做什麼 那其實我是說 中國文化影響很深 這兩句話 以下學傲職 尋整式真文 下學就是中國的那個 那個 中華文化 奧子他生奧的本質 那奧子呢 我自己也誤出來了 剛好跟我老師誤了 不一樣 他的奧子就是鳳元 憶經的 憶經的 圓恨禮症的圓 功夫的鳳元 那他的真文呢 真文也找到了 這文呢 不是我們的小說嗎 這文就是 人類的活動 所謂的紀錄呢 就變成文 那你留下來 就變成那個 文化傳統 那文就是一 一呢 就是以一起源的一 一就是萬物的開始 但是呢 我老師的鳳元 跟我的一啊 絕對不一樣 所以呢 每個人呢 你想到你到底要做什麼 你要好好想一想 你心裡面那個鳳元是什麼 你心裡面那個一是什麼 每個人都一定不一樣 用這個來跟大家做一個共鳴 那第二個呢 談到 談到呢 自我如何被探討 那我就呢 在 論旅 論旅跟孟子 還有孫子裡面呢 找了幾個 跟我有關的 這個我看大家都懂 譬如圍山會成一潰 此無止也 譬如平地 雖富一潰 近不亡也 這一句話 我為什麼要舉出來呢 這跟我有關心 那每個人呢 我都有關心 就看 城市在人 就是看你要不要 即使呢 你 堆一個 一座小山 剩下最後一個 一籠土呢 還沒倒上去 你鐵 是你自己要鐵 你退 是你自己要退 那 一個挖地要把它填平 你雖然填的第一 只是填的第一籠土 但是你繼續填它 繼續填 也是你要進 也是你自己要進 所以呢 羅老師 教我這個章句的時候 他跟我講 你們不要想太多 也不要呢 就不要妄想 其實呢 事情呢 完全是 城市在我 關鍵是在我 主動的 絕對是在我 那第二個呢 不換人之不己之 換不失人也 自己呢 我有個位 有個職位 你不要擔心 人家不知道你自己 要擔心呢 你自己呢 找不到呢 你自己沒有位 不要 沒有放人家不知道你 要擔心呢 你有個職務說 我是個總經理 我不曉得呢 可以找到哪些人 來給我用 那 也是都是我 用我 來當一個廚房 那第三呢 不換無畏 換手以立 不換莫子 莫緊之 求可之也 不要憂患呢 自己呢 找不到好的位置 那 要 擔心呢 你有什麼能力 可以在這個位置上 你立得住 那 那 你不要擔心呢 人家找不到你 你只要求 這個求不是 去賠償人家 求人家說說 你要自己去 求學 自己去上進 人家當然 救小得你 那最後一個呢 是 樂者行之 優者偽之 卻乎其可不拔 這講到一點的操守 這 這個呢 是 一經潛況 潛況裡面呢 初遙 初遙且農勿用 在解釋什麼叫潛農 後面呢 就是 勸服其人 其可不拔 且農業 就是說 這事情呢 你覺得呢 去做的話呢 整個社會 整個國家 大家都 人民都覺得很高興 一個群體裡面 你做的事情 整個群體的成員 都派手叫好 你就要去做 如果呢 這事情呢 是不好的事情 那人家呢 也不想你做 你就不能 昧著良心 違背著你的良心 去做這個事情 而且呢 這原則要 很堅定 絕對 不會呢 去動搖 那如果這樣的話 就是潛農 潛農 潛農呢 是 一經園裡面的 那個錢掛 圓生綠生 演的裡面的那個初遙 初遙的潛農 勿用的潛農 那第三 這個這個談到 自我認識 自我認識呢 就從呢 人心 人性 人情來談 其實人心呢 我最常提的就是 赤子之心 小孩子剛出下來呢 哇 完全的 一片真 絕對沒有假 沒有一點微 那等他 懂了一些事情以後 他就開始會微 我最喜歡舉的例子呢 小朋友呢 脫光光 男的女的都不怕你看 等他 有性別區域那以後呢 他都不好意思 連主婦要幫他穿著衣服 他都會長長多多 其實他心裡面就有微 就沒那麼純正 那你如果呢 那這樣的話 微一出現以後 就有失的部分 人家說人不自私呢 不自私 不自私 天諸地面 但是呢 要把自己的私的部分 降到最低 降到最低 所謂呢 莊子講 失憶身者天積淺 失憶錢者天積深 這慾呢 確實呢 就影響一個人的發展 一個人的成就 所謂慾呢 最簡單的講法是 非分之德 你不應該得了呢 你去強得了 那就是 那個慾 就超過你的本分了 那這樣的話呢 那演示到最後一個人性 其實人性呢 在 中國人裡面喜歡談這個性 這個性呢 當然就是 跟我們外面講 那個性是有關係的 就是人性 人的本性 食色性也 食跟色就分開了 食就美食 色就美色 那美色 包括呢 你看起來賞心悅目的 都是美色的 這是人的本性嘛 最直接的 做食色性也 原先我不想講 那 剛剛想一想應該講 當初呢 國民黨呢 在 四十幾年前 他呢 在軍中發現了 那一些 大陸來的老兵 有一些人性的基本需求 所以呢 當初的國防部就提出來 要成立軍中樂園 我想 四十五歲以上 多小的軍中樂園 就是 八三一五 就是軍中妓院 講的 直接一點 那所有的 國民黨的高官 都反饋 而且呢 都上書 直接的 那個 跟當初的 蔣總統 蔣總政 去反應 這不行啊 這傷天敗禮啊 這敗禮 這敗禮 中華民國的風氣 那我老師就截止於命 後來的蔣經國呢 也堅持一定養 就過了 那過了以後呢 我們老師呢 過了幾年 後上我們的課 他跟我講說 國民黨這些高官呢 每個人呢 胡作非為 私下三七四切 那老兵要的基本需求 基本的年輕需求都不給 這是有人性 那 我 這次的印象呢 是 這應該公開講沒關係啦 我們以前呢 法務部部長 蕭天站的女兒 一個蕭小姐 她現在是台北原有名的律師 她在三年前呢 我們奉原書院一個 大會裡面呢 她做了十五分鐘的報告裡面 提到這一點 說呢 當初呢 老師說她贊成帕塞 我就覺得老師這個呢 刀冒案啊 老先生 又這麼正派 為什麼會 這個撥塞事情也會呢 她也一直贊成那個促成 那後來她說呢 她結婚以後 初衛人母呢 不但是義母則強 而且很同情那些老兵 說當初發生那是對的 因為這是何無人性 人就是人忙 騙人 人要做人的事情 這些人都是 自己騙自己 以前呢 那個女兒 那個女兒 那個江南平衡 夭壽 你知道嗎 那學生說夭壽 其實 她兩個人 爬不不夭壽 要告訴她 這個學生的女兒 所以 要來了 童跟情 情 其實情呢 就是猶豫的轉變 人類文明的發展 到最後呢 因為剛剛 蔡總講的 抱歉 跟我的講導都不一樣 我忘了她直接講比較快 她說 情裡面呢 其實有愛情 親情 但是最原始是慾 慾呢 是個體 發自自己的一性的慾 那後來群體 運作了以後呢 就產生了情 那慾越少 情越多 就變成了我們這個社會 這個團體 社群可以和學 家庭組織 那個家庭可以建立 我就一直跟我的朋友講 我一個朋友到現在 每天見到她太太 她結婚也三十一二年了 都說我愛你啦 我愛你 愛得不得了 我說你騙鬼 她還不相信我 我真的很愛她 後來有一次我時下問她 她跟我講說沒辦法 她老婆規定 她每天呢 一定要說我愛你 要抱一抱 哎呀 這實在 因為呢 愛情到時候會變性情 夫妻呢 到時候好像跟 自然就變成家人 彼此那個情 越堅固 但是呢 那個 愛呢 在人類的 遇了那個愛呢 絕對的 慢慢的 這也是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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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到最後講到同根情 同根情呢 這個我要提到的就是說 台灣也好 大陸也好 兩岸是同根同源 所以呢 不管你是什麼政治立場 我也希望呢 大家絕對有同根情 未來發展怎樣 不管 台灣還是有獨立的可能 但是也是有統一的可能 都有可能 那 一定要 注意 要 深深的 那個心理呢 要從 同根情來出發 絕對到 絕對不能到最後呢 兩岸兄弟呢 責任的兵龍相見 哪個命是死 我 那是台灣人永遠的悲哀 失虧的絕對台灣 所以在這裡特別提出同根情 這跟我的講法都不一樣啊 抱歉 我的講法講的都是古書的東西呢 好像比大家太遠 所以我想一想 就即興 把整個方向扭一下 因為我面對呢 是兩個心理學的大師 都是博士級的 所以呢 我不能講呢 太離 太離譜 太形而上 太悬的東西 搞不好 被他們抓到 那一些閉關喔 學理上講不通也不好 你看看 這是半湯水啦 科技這些 別人也懂一些 人物也懂一些 所以不敢 在兩位面前來 搬門弄補 還有一位學管理的 也跟這個有關 所以呢 你考 我剛剛講這些呢 主要是講說 人呢 跟禽獸 不一樣的就是 有 心性情 有 注意人心 人性 人情 說人意於心作者 即興 就是講這個 那接下來講 獨 獨這很難講 獨 從中國古代到現在 再來有三派的講法 那其實 獨就要提到 慎獨 謹慎的慎 慎獨 慎獨呢 要 要很忠誠 很謹慎 還是要小心 很誠心的 面對這個獨 那這個獨呢 像佛祖的獨 他一出生 就 唯有獨尊 他什麼都不信 所以呢 他這樣苦修 修出來 就 得了所謂 那個 智慧 智慧呢 在佛教來講 叫 波 波 波 他選一般的班 因為我 我不是佛教徒 但是呢 我是 同意 那個 佛教 但是佛教徒呢 其實真的 沒有很多的去 好好研究 那個佛教的教義 其實佛教的教義 是對人類是 有貢獻的 台灣的佛教徒跟 道教一搞在一起呢 結果變成敗敗教 這也是台灣一個危機 這台灣的危機 所以我這個獨呢 剛剛講那個 號令天下 還是號令武林 唯有獨這個獨 這個獨 這個獨是 率性 也是貼命的獨 那這個獨呢 我是覺得呢 跟大家講 想起來好像太深奧了 就 我就把它解釋呢 就 當初呢 在明天的 跟理學家講 就是 自己獨有的 特殊的才子 獨有的能力 自己 特殊的心得 特殊的風土玉娘 自己獨有的 這個獨 要好好想一想 你到底呢 有自己呢 有 獨是哪一部分 那當然呢 提到生理層面的話呢 心理層面的話呢 這個獨呢 就更真了 獨呢 在中國呢 一直呢 有好幾派的討論 有好幾派的討論 那盡性呢 性生萬法 這裡面要談到所謂 一個是 中庸跟大學嘛 我們講的 中庸跟大學是互為表裏嘛 中庸呢 是一個體 大學是個佑 那中庸呢 裡面講的是姓 天命之為姓 那姓呢 一眼背呢 就有各種的 那個 大學裡面就萬法 大學就做 教我們怎麼佑嘛 大學之道 在明明德 在西明 在主義之上 所以就講到呢 性生萬法 那 尊生愛人呢 就是呢 一個人呢 最基本的條件呢 就是呢 你一定要尊重這生命 尊重生命 然後呢 你要愛人 這個愛呢 就是孟子講的 犯愛中的愛 當然包括愛情 包括心情 犯愛中的愛 我怕時間呢 來不及說 要趕快呢 講快一點 不能再扯得太遠 那 這樣的話呢 你能夠 那個 等著所謂天命的天性 天命之為姓的 然後 可以呢 從大學裡面呢 學到來 從來用 日常呢 生活碰到的各種狀況 你都會從那裡去發想 那一種來用 那 接下來就講到尊讀 就用那個 呼應剛剛那個讀 尊讀 只要說你 不要欺騙自己 不要虧待自己 不要委屈自己 要好好的發揮自己 其實很多人都會虧待自己 尤其在公司呢 明明是想怎樣 但是呢 老闆臉色一擺了 完蛋了 就很委屈 那如果 他如果 不虧待自己 好好跟老闆講一下 我想他可能可以加薪 可能呢 工作可以調整 那可能呢 有什麼進修的機會 像我們蔡總呢 可以一路呢 在尚營呢 從呢 大學呢 去進修到 做事到博士 那如果 不好意思呢 一直跟著 走董這樣 哀頭苦幹 他現在可能呢 絕對當不了尚營的總經理 因為著 走董的為人 我都曉得 我跟他身邊一年 每天被他陰 他陰我呢 我進步 還進步了 那蔡總呢 就是呢 絕對呢 他沒有欺騙自己 沒有虧待自己 只有在上演科技的發展 所以他呢 可以發揮自己 所以呢 要尊讀 一定要看重自己 看重自己 這個讀我想 如果有機會 他可以好好去找 讀的解釋太多了 那我最欣賞還是呢 那個佛祖 那種讀 就唯我讀尊 可以呢 小意思 修到最後要真的有真智慧 那 跟隨著佛祖呢 台灣很多和尚都修 但是台灣老學上 沒有幾個修成 那最後呢 就講到 自我完成 就是說 拳擊與欲語 高屋見隱 以夯實基礎 拳擊與欲語呢 就是說呢 你要怎麼呢 來自我完成 因為呢 你自己呢 不管怎麼學 怎麼修 到最後就是要 成就自己 那成就自己 是要成就 什麼事情呢 就是要解決問題 你成就自己 成就到自己呢 那個 往生以後呢 火葬場一燒 哇不得了 我祖父真的修得了 好多設立子 那這不是我想要的修 因為我 絕對沒有看清佛教 但是呢 在我們這個 平常人呢 一定呢 一定呢 所謂要 實現自己 一定是要解決問題 解決你公司的問題 解決你個人 自己呢 物質上的條件問題 解決你自己心靈上的問題 都是要來解決問題 所以呢 你的方向 你要先看全局 就好像呢 你那個企業經營的話呢 企業主一定要有全球官 就國際化 而且呢 一定要 看到你的腳下 我是站在哪裡 這一個人呢 是吃我來 小娃娃 吃我來 看娃娃 台灣很多這種人 他在台灣呢 浪費很多資源 在台灣呢 只有呢 人家的生的家人 沒有辦法給我 這種 絕對不是呢 很好的實現自我 那 你還要看到一語 就是說 你這個角落 在台灣 像我現在呢 就有一個很小的報仇 要在十到十五年內 把我的家鄉官廟 太陽官廟呢 把它推動 在人文的推動 軟硬 各方面 還有那個 整個 從小學呢 我是把 想要到我們小學的 那個教學的方向呢 把它扭轉一些 因應未來 那個 他們就業 我今年的六月份 在我的國小呢 畢業地理上講話 就講到 供應視頻 你會讓小學生呢 二十年以後 四月 所以呢 他們現在要有心理建設 而且他們的 後面的專長呢 能力的培養 要轉換 讓自己 還有心理的培養 讓你自己 即使四月以後呢 你會過得很好 因為呢 如果照這個趨勢發展下去呢 像走斗 還有我們東台的 原董呢 他們是幾個人 台灣工業4.0 台灣生產力4.0 其實是工業4.0 大力的那個推手呢 台灣可能三十年後 二十五年以後呢 我們的勞工呢 就過剩了 所以呢 我就跟那個小學生講 裡面這一輩子 這一輩子 這一輩子 有了出生出社會呢 可能有三四十%的 就是一輩子沒有工作了 那小學生就換我看 怎麼會這樣呢 我說整個社會要變 所以呢 你們呢 一定要好好的心理建設 以後呢 政府有很好的福利制度 來養你的話呢 你要可以呢 用這些福利金來 安身立命 過你自己想過的生活 如果有人家齁 不要賺錢 沒有一天 那個 第二天 他跟他搶這萬塊的人生 可以看我找 現在的手機齁 那大便庭 都不給我了 所以我現在小學生 說小學生 小學生 要一個招來問我呢 學長 學長 你講的是真的 還是假的 我說應該會成真 在二十五年 三十年內會成真 所以呢 你要看全球的變化 要看你腳底下的線化 你要解決你當下的問題 所謂中國翻獎 應該是中國翻獎 當下不雜 你活在當下 像大家在這裡聽我的報告 就不要想說 哎呀 晚上呢 我還有一個 那個 餐會以後呢 要到哪個Club去喝酒 哪個小姐 要早一點訂飯呢 可能會被訂走 就不要想到北邊不雜 那 那個過往 已經過去了 不要練 然後弄戲吧 那老塞湯 已經過去了 就讓他過去 我兒子拿過來彈醒掉 就可以 那未來不贏 所以未來不贏 那很多人就是 嗯 頭腦心態 我現在水的案子 不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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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永遠在做白日夢 就一直在 迎合了未來的想法 迎接了贏 未來不贏 所以一定要在當下 解決當下的問題 來自我實現 那這個呢 高屋界頂跟 夯實基礎 就是說 你在 打你的基礎的時候 你不要忘了 你結構要先想好 不要呢 基礎打好 然後我發現 哎呀 我這高屋界頂啊 我這個 架構是要搭 那個建石城樓 結果怎麼打個 三成的基礎而已啊 那就全工進去 所以 你能叫我 十萬中氣啊 有的人呢 哎呀這個人呢 我可以跟他過一輩子 有個朋友啊 也是結婚 睡了兩個晚上 第三天就離婚了 這個人 現在還在我們 螺絲中間 就不能講名字 我就問他 那你一個晚上呢 你太太賠睡 那多少錢啊 他說 他買了老我 我花了一百五十幾萬 我一個晚上 七十五萬 啊 七十五萬 你老婆不值得 哈哈哈哈 這是實在的事情 就是 整個人沒有把它想好 所以找錯對象 發展的方向 就要錯誤了 那 舉這例子好像呢 那偏了一點 但是這個實際的例子 就是說 你在你 歸零 出發的時候 重新 開始的時候 你要曉得 你到底是 要架過一個 什麼樣的東西 所以呢 你才可以呢 來好好的 從基礎出發 把它航式基礎 才可以呢 到最後 達到你高屋見領 可以呢 去 跳 就是眺望的跳 看到你的願望 達成你的 那個願望 好 抱歉 他要講完了 用 好像用了太長的時間 用20分鐘 還20分鐘 那快快快 20分鐘 不好意思 我就偷搞 因為跟我裡面寫都不一樣 好來 那接下來就是 介紹呢 橫藥巴西企業 橫藥巴西企業 它是建立於1988年 就橫藥工業 其實橫藥巴西企業裡面有 有兩大主體 他就等一等會講 那我們為什麼取這個名字呢 就V-O-L-T-U-N 前面四個字母 V-O-L-T 是螺絲 螺酸 就有用螺帽的 都用螺帽 叫School 跟螺帽結合的 叫Vols 那後面這三個字母 導致過來 NUT NUT 是螺帽 說明1988年呢 就有高呼見名 到最後這個 就變成我們專有的 那個 Law 也是我們專有的一個 名稱叫Volten 那 當初我取這個名字 我們一個原師股東問我說 哎呀 我們就只做漢接螺帽 為什麼會取那個Volten 那個Volten 那個Volten Volten 哎呀你不懂 也後面最後做得到 後來我們做了以後 然後 我們那股東現在是一個公務員 不能講 他就跟我講 哎你真的是高呼見 你把它組好 所以就 Volten 跟那個 螺絲螺帽一起來 那這做我們的發展 我們剛開始是從螺帽來 從小螺帽 一直做 做到最後呢 這個螺帽呢 就覺得 阿這 不合的不合 這工的不可以了 所以呢就去 找工的來說 工的也做了 這是所謂的不合的 就是內螺文 然後 剛才是這個 外螺文的螺絲 所以 這個螺絲螺帽一起來 兩個呢 也是 所前所 七年新發展的很好 所以才有今天的 所謂橫耀關係企業 那橫耀公司呢 的主體呢 橫耀工業是創建於1988年 就是我離開三星後的一年 他的總公司是在台南 那他的主要的核心產品呢 就是汽車的擴建跟汽車的一些 金屬的加工品 尤其是Standing 就是重壓的加工品 那現在全球的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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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億美金 就從所謂が進展 而召喚苺 要差 tavalla 和平爆 bureau 要把沖給超客的部分去掉 大概有 呃 5億美金 那我們一年呢 產能呢 我們一年企業 可以製造 那個 我們都算盾了 鋼鐵相關的 行業呢 很多人 算盤的 產財�로算盾了 每一年大概有12萬盾 就是呢 一個月你大概有一萬噸的產能 那現在我們所有的工廠也好,倉庫也好,營業點也好,在全世界大概有21個分布在我的國家 那最主要呢,就有7個製造工廠,在台灣有7個製造工廠,在中國有6個,在德國有2個,在泰國有1個 那我們的市場分布呢,產品的市場分布呢,在OEM,就是汽車的原廠大概有22個percent 那所謂Tier 1、Tier 2,汽車廠的一階二階的供應商大概有28% 那其他的50%就一半,是透過擴建的所謂的分銷商,發生了disrupted 發生了disrupted,是我們產品的市場結構 那銷售的區域呢,最大的市場,我們最大的銷售是歐洲 大概用營業來講有40% 那在北美,美洲主要是北美,加拿大,美國還有墨星哥有30% 那亞洲,亞洲主要是大陸,其他地區可能上不到一個percent,有30% 那我們的產品呢,主要的產品的項目呢 羅茂,就是Nuts,佔了35% 那羅斯,Boss跟School,佔了35% 所謂Boss,就是你這個羅斯結合的時候,需要羅茂的叫Boss 那School呢,就不需要羅茂,叫School 這在英文的區域很清楚 那台灣哪是羅茲啦,其實是有分的 那另外呢,就是特殊的東西呢,就是汽車的一些客製化的東西呢 大概有30% 那我們全球的這些facility的分布 在美國呢,有一個點,在克里夫蘭有一個倉庫 然後在墨西哥,有一個倉庫 那在,德國的話呢 Escar,有兩個工廠 一個是在Chamis,一個是在Larenstein 這兩個層次可能大家都比較不熟悉 因為這都是在原先的東德,就是現在的德東 還好,我們買的廠都在東德 如果買的廠都在東德,如果買的廠都在西德,大概要一半 因為德國人的民族性,黃麵口的不好管 那黃麵口的去呢,呀呀,東德人還行 很多公司呢,台灣的也好,大陸的也好 去買西德的廠就垮掉了 德國人真的不好管 他不是亂搞,他就是他自主的觀念 還有呢,他的意識型態很強 覺得說,我德國呢,這個工業大國呢 輪到你這個亞洲的毛骨小子來 所以這個點上很多呢,台灣的公司呢,到西德呢 差語而歸,就是 中國CIMC,中國集團中西 在西德就跌了一跤 當初他到西德設那個廠 我就跟他總經理李總講說,你要小心啊 他說不懂,沒問題啦,我們是全班人馬都到 全班人馬都到呢,結果是全班的原班人馬的 凡事為曹 現在在深圳苦練,說明年 2017台澳呢,再出發 我說台到西德,他說沒有 這次叫波蘭,說波蘭就對了 波蘭人比東德人好管 這沒辦法,就是要面對現實的問題 就是死,要面對這實際的死 然後另外呢,德國我們有一個點 是一個多月前 大概一個半月前,我們買了一個 擴建模具的設計中心 我們台灣有台灣的優點 那個設計中心有台灣的優點 兩個剛好可以互補 所以我們在兩個月前,又買了一個 在漢堡以南大概兩個鐘頭 一個設計中心,模具的設計中心 那在台灣,我們的總公司就在台南 台南這裡,主要有兩個廠 一個叫波蘭,叫橫耀工業 一個叫QST,橫耀國際 QST是一個商櫃的公司 是一個商櫃的公司 在大陸呢,主要我們在廈門有三個廠 算四個廠 然後在上海呢 有個office在那裡 那廠是在蘇州 蘇州我們一個廠 蘇州的工業新區,每個廠 然後談到所謂的橫耀家族 這個家族裡面主要是兩個系統 一個就剛剛報告的橫耀工業 一個就是橫耀國際 橫耀工業的部分,這橫耀國際的部分呢 綠色的都在台灣 藍色的是在中國 那這個顏色呢 那這個顏色呢 在泰國 然後紅色是美國 只有克里巴蘭倉庫 然後德國應該是三 Jerry應該是三 公司算二 就是黑色是德國 就大概是這個狀況 公司比人家多大營業 也是不怎麼樣 好 那談到我們產品的範圍 這個清單裡面呢 主要有內螺紋 我們講的螺帽 外螺紋、螺絲 還有一些特製化的 特殊的那個 零件 那我們的 我現在提一個 主要呢 能打這個打 所謂能打 就是常溫來加工它 那這個打 加工到900多度吧 到900多度來加工它 所以 小的規格 我們到30 M30是 能打 30以上到70就熱打 螺帽螺絲大概都這範圍 那下來呢 是我們的 所謂客製化特殊零件的 萬打的能力 不管是能打也好 熱打也好 在台灣也是算最大的 算最大的 我們是台灣的 風力化電的 擴建 就大風機的擴建 唯一 通過認證的公司 因為在這個 在台灣大家 好幾家呢 發展到最後都放棄了 我們堅持了 七八年 總算讓我們站穩 在國際上 用我們的地位 那 旁邊這個呢 就是我們 取得了認證 授權 不是認證 這些授權 全部是螺絲 其實呢 這個是很重要 你要進入特殊的螺絲呢 你拿不到授權的話 你根本就不能生產 因為不管橫耀工業也好 橫耀國際也好 在台灣在大陸 在德國 我們不生產普通品 基本上 我們都是生產 造客戶的圖面來生產 都是特殊品 我們生產普通品 在台灣已經很難的 生存發展 那就談到我們的產品 這產品呢 這個就是 就快一點把它談過了 就是螺絲 然後特殊螺絲跟特殊品件的部分 包括充壓件 還有這組合件 2Piece 3Piece 4Piece的組合 來 那這個是從螺絲發展出來的 就螺絲 就大小螺絲 大了到 可以到76mm 最小的東西呢 1Piece 0.5克不到1公克 那我們最重的東西 1Piece 大概40公斤 大小差也很大 全世界能夠 橫跨這麼大的領域 來做一些特殊製程加工 跟特殊產品 大概只有 橫耀這個 公司可以做得到 其他都是很專 這很專 那是我們另外一個投資 就是鑄造的部分 就是一個 精密鑄造 這個呢 已經虧了5年了 我剛剛在路上 才跟我們蔡協力講 我可能已經找到一個錯路了 我一天撈頭 一天都撈到6千萬 然後我老大 我十五 都撈到一天 一天撈到一天 他曉得我是 虧錢的 岩草辦公司 我是跟他講 再兩年 他說你從三年講 又過了兩年 我說再給我兩年 好了 因為他每天呢 每個月看報名 都是虧了五百五百 他很心疼 好那下來就介紹我們的製程 來我們就播放一個影片 這影片大概三分鐘吧 然後 就一個 螺絲螺帽的斷欄的過程 就是 那個 coforming 就是不加熱 剛剛看到的是 台灣最大的螺帽機 我們自己設計自己組裝 那是熱檔 熱檔我們就不用所謂的澄清機 我們用stamping 然後加上一些機器人 來輔助他讓他自動化 然後stamping 欸 熱檔 跑掉了 沒關係 那 熱檔 基本上我們是用傳統的車床 然後中座坡加熱 然後我們用機械手 把他連結起來 讓他全部都整個自動化 因為你用熱檔的浮沫的話 打不到那麼大的溫度 那再來就是stamping 我們的stamping呢 有特色 基本上光只有截斷沖縫的東西 除了是特殊的滑溼 我們才打 不然我們打的東西呢 基本上都是呢 有在沖壓的過程中 加上一個斷沖 就沖斷的結合 這樣附加價值才會高 那接下來就是 羅文 這是內羅文 羅文 剛才我講的羅貌就是內羅文 好 內羅文的公僚方式有四種 這是公僚的方式 這是 基加工的部分 外羅文可能跑 那沒關係 時間可能還不夠了 那這是基加工 這個基加工的製程呢 是全世界呢 可能也是 在亞洲 只有我們有這條線 因為這條線呢 有一個關鍵的製程呢 只有我們掌握到 很多人覺得說 你這是一個研磨 一個Polish的過程 我說不是 這是一個Murish 一個滾光 就是我幾個尺寸都加工好了 然後呢 表面粗度要把它變成鏡面 在這加工的這個滾光的過程呢 幾個尺寸完全不能跑掉 我都說你手營養 你手營養 手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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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自己的一個諾法 那再過來製程這個組裝 只有剛剛我講的 有的是 2 piece 3 piece 4 piece 的組裝 我們組裝呢 基本上就 組裝的儲備機呢 跟那個分檢機都配在一起 要100%來 每一個 每一件都要分檢過 讓它保證可以達到0 ppm 就領缺點 那這裡是我們的熱處理的生產線 這是出零 然後呢 去做 所謂的調子 就是脆火跟回火 這是我們主要製程 在 我們熱處理的連續爐也要好了 還有那個 香型爐 連續爐香型爐 還有一些特殊退伍的爐子 全世界加起來 我們大概有22條生產線 這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 因為我們的營業額呢 比我們的資產還小 我們一年搞150億 但是我們資產是200多億 所以這個行業呢 確實是 算一個資本的命機 因為我們是走特殊路線 所以你投資一塊錢 搞不了呢 一年一年沒辦法達到一塊錢 所以老實講 你如果沒有技術領先呢 品質不好 價格賣的不高 你絕對賺不了錢 但是呢 你如果把它搞成功以後 就是你的一個 立即一個核心能力 這表面處理 表面處理呢 這是一個 杜芯的生產線 現在的杜芯跟三四類型的杜芯不一樣 水平拉得很高 而且不是純芯的電鍍 很多的芯的都是一些芯內 芯內就合金 芯合金的電鍍 還有芯內 還有芯芯 芯芯 芯芯合金的電鍍 還有芯內合金的電鍍 跟30年前呢 那種電鍍廠 你要進去呢 可能怕把鞋子弄濕 把衣服弄濕 而且怕它的 地上的水是有酸性的 你可能呢 要把鞋子 換個塑膠型 褲腳捲一捲 現在電鍍廠看起來呢 大概就這樣 電鍍廠都很平涼 很清潔 這個製成能力都提上來 那最後是分解 分解呢 這分解機在台灣 兩個主要的廠 還有在大陸 兩個廠 還有在德國兩個廠 加起來大概有200多部 兩百二、兩百三 那分解機主要是我們自己設計 自己組裝 除了那些比較高官的sensor 像AD客人 雷射的分解 雷射還有AD客人 這個部分呢 我們沒辦法補破 其他都是自己的 這是AD客人 歐電流 歐電流檢測 像這一樣 這部分呢 就是那個檢測歐電流的部分 從德國買的 其他都是我們自己設計的 所以這個 橫耀呢 我們呢 在台灣 在大陸 在德國呢 其實我們是整個製成 都是in-house 這也是我們 一個核心的競爭能力 就鋼廠 你只要把你的線材給我 那我從 線材的新洗算 線材的零化 到 抽線 到整個加工製成 到最後 分解 包裝 倉儲 物流 全部是in-house 就是一條龍的設計 那就是談到我們客戶 我們的產品呢 大概用銀樂來講呢 大概百分之九十是汽車廠 而且還有一部分是電子 跟那個 紅粒發電 那 我們的汽車廠的客戶呢 包括所謂一些工業用的 飛汽車廠的農機啦 還有卡車的 那汽車廠的部分基本上 那全世界排幾 前幾名的汽車廠 我們都做進去了 而且都拿到他的認證 大家看這個logo 就想的是哪一家 那這一些呢 一樣這些是 不是汽車廠的客戶 像John Deere 龍基的KLP的 重型機械 Bredding Dales的百工 好 好 最後是我的經營理念 還可以給我幾分鐘 兩分鐘啊 那好 那我不看好了 不看稿了 這快一點 抱歉 其實經營裡面 沒什麼特殊 第一個就是所謂 開戶成戶 永續經營 開戶成戶呢 最簡單的解釋說 開發物質 成為有益於人類的事業 這也是很重要的願景 然後當然要永續經營 企業的經營 基本上大家都想 可以有百年千年的企業 那這裡面要談到 很多人問我 其實呢 從我離開 在三星當廠長 很多人要我去選 選鄉長啊 選宣言啊 那最近又有人 要我去選 立法委員 國民黨 不想不能講 因為國民黨 在台灣是全敗的 我說欸 老婆你出來搞不好 還沒選 大概是應該想的結果 你出來搞不好 可以真的一席之地 我說哎呀 我還沒發瘋 不要逼我 其實呢 從政也好 從商也好 一樣是要造福人行 要福利 要造福人群 要富國利民 企業呢 賺錢 我想呢 走董 絕對不是為了賺錢滿足 他在心靈上 在他自己個人保護上 絕對有另外一看想法 賺了錢 只是當成工具 要來去呢 達成他個人的另外一個願望 所以 賺錢到最後呢 企業一定要賺錢 企業不賺錢 一定會出問題 但是呢 賺錢呢 到最後要怎麼來發展企業 怎麼來跟這個社會國家來結合 我是一直想的時候 欸 你公司還想的時候呢 即使你賺一百萬 你要一年拿十萬出來 愛 來照顧你的家鄉 小愛愛家鄉 大愛愛社會 愛國家 甚至愛全人類 這是呢 我選擇為什麼要從商 從商 但是商人呢 在中國人的傳統裡面 市農工商是最低等的 那叫做 商人呢 看成無商不堅 以為商人都是很尷尬 其實不是 最少我跟周董都不是 那下台呢 你既然呢 開公司營運了你的員工呢 你一定要照顧他 照顧員工呢 我時常跟我最好的那個 夥伴就是我的弟弟 我的弟弟呢 有時候是扮演牢房的角色 來跟我在家裡面 一直衝撞 我說你是支援不是牢房 他說欸 他到現在都要叫阿哥哥 阿哥哥就是台灣人 叫哥哥的那個 稱呼的暱稱阿哥哥 你不知道要照顧員工 說對啦 照顧員工 但是 族風是族風 族風要照顧員工 我同意站在 這個族風就對了 用同意心 來安安 讓我們更好 可以解決的問題 可以讓他更好的生活 更好的成績 但是不可以 族風比樂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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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公司應該經營 我相信是10斤多9斤 要讓你的人客 沒有 你公司既然是要用 公司 不管你是什麼行業 都就是說服務 服務就服務 服務 你就照顧網站 來到服務人客 來就是說要有社會資源 社會資源 分農的方向來說 一個是現在最流行的 所謂CSR 那些社會 那些 企業社會責任 這些 三位 這三個美女 特地是專家 就是企業 所以現在自己的公司 都有出聯報 我想想你們怎麼會 CSR的聯報 你今天做多少公園 在社會 你去公園做什麼事情 今天什麼事情 都是好事情 都去形成 小的 社會資源 公司的 社會企業責任 但是呢 我在這裡想要推的 就是社會企業 其實社會企業在台灣 他已經推兩千 但是結果 沒有效果不好 他都尚算 都是一些年輕人 有沒有微創企業 子本能 八百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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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 我不是看不到這個 就是他們在海南 想問 他也尚算 其實這些微創企業 你能量度50年後 10間存在 fazer 20間後 也會做一間 就是發展 都得票、企業發展、心肺定義的法則 我想像是親公司一定會 對大公司、對自己的公司 要去生出專導出來生理社會企業 所謂社會企業最簡單的定義 其實是英國 不好意思,我想說在外國南部 待會不會聽到 其實社會企業最簡單的定義 在英國是從 非營利事業轉變過來了 這幾十年的英國推得很好 連美國也推得很好 而且他們都立法 連韓國也立法 那台灣想立法 台灣的立法可能搞惡兜都來不及了 所以沒有立法 那有一個年輕人 他名字我忘了 他也是一個公司的總經理 他幫台灣寫了一個社會企業法 聽說已經要丟進去了 但到現在我聽了一年半還是沒有聲音 他幫台灣寫了一個社會企業法 想台灣可以立法 但簡單來講 所謂社會企業 社會企業就是說 你這家社會企業 每一年把你營運的所得 就是你的稅後盡力 營運的那個營運的稅後盡力三分之一 要建出來做公益 那另外三分之一呢 留下來 來繼續發展公司 最後的三分之一才發給你的股 分給你的股東 所以我現在正來籌似這個公司 但是呢 你的公司成立了 第一天 你就要跟你的股東講好 不然絕對出事情 絕對出事情 有人就要建議我說 胡董 你就把你的公司都改成了那個社會企業 我說呢 所有的股東都要來告我 所以我現在 整個來掌控大概65到70% 絕對有人告我 那小股東一定有他的權益 因為還是要 正常的營運的職業公司 還是要徵照中華民國的公司法來營運 所以社會企業 我是希望各位可以好想一想 社會企業是可以呼應到 未來二十年三十年以後 真的工業4.0 已經達到一個階段了 人力需求過色的時候 你可以透過社會企業來幫忙這個社會 每一年有相當龐大的經費 來讓這些永遠失業的人 可以獲得一些補助 當然整個制度的設計 還是要政府去著力 但是民間如果可以讓社會企業 現在開始發展二十年三十年 也會很平衡 我想台灣政府 那到時候就很容易水到吸塵 讓這三十四十%沒有工作的人 不是他們想工作 但是他就找不到職業 他可以有自己的事後 可以去當志工當義工 但是每一個月就有收入 可以維持他相當的生活水平 這是我一直想推社會企業的一個原油 那再來就講到剛剛講的意見呢 緣亨力爭 這我快點跳過去了 錢掛呢 就是緣亨力爭就是 緣呢就是講創意 亨呢就是通達 力呢是講實用 真呢就是講正道 那創意呢就是 再下來就是 萬物之死 所有的 我剛剛說一生緣 一啊 其實中國人文化是一 一官道呢取得還不錯啦 一啦 就是 孔子講了 我 無道義 一官之被 一官道拿去要的 其實他當初應該是講 緣到最好 緣比一還靠 那 一就是 一化呢就是 有點成化 開始衍生整個萬物收出來 所以原來這個萬物之死 萬物借著他來開始 那通達呢 就是我把它解釋成 美好的機遇 其實美好的機遇是我的 那個 解釋 說美好的機遇是 台灣現在看起來是很亂 但是呢 台灣人呢 有兩個毛病 第一個就是 人在福中不知福 其實在台灣呢 你把它各方面呢 把整個 基本需求也好 社會條件也好 整個生活環境也好 把它攤開來看 台灣是一個很美好的地方 你在台灣可以發展你的 那個人生是 確實是一個美好的記憶 就是說 人在福中不知福 還有另外一間呢 來往女兒 多好名 派女兒 台命子 裝好名 其實我們沒有那個好名 台灣人 我們沒有做完 我們台灣人呢 沒有天然資源 所以呢 不可能像文來 每天躺著乾燃石油 就可以被美食 我們台灣人呢 一分一毛 台灣人的血汗 靠外銷 靠有些內需市場 把它轉回來 所以呢 我一直講說 唉呀 台灣孩子多好名 這是台灣的兩個通病 那 例呢 就 在紀律段講 就所謂事於調和 那 那個針呢 就是形式的主幹 就是 那 再往下推呢 你說萬物之始 那要發展到什麼階段呢 旨於至上 就 就 那個旨於至上 就是一個最高點 那 那 通達呢 你有美好的基因呢 你就要成長壯大 這時候 在台灣有這麼個環境呢 你自己要成長壯大 那 利益呢 就是要共同利益 你可以呢 事與調和 到最後要創造雙贏 就有共同的利益 那 正道呢 就是形式的主幹 就是在哪個環境 這是曾國藩講的 曾國藩其實後來有一部呢 挺經啊 挺經呢 可能大家沒注意到 大家注意到 曾文正公的曾國藩是 一般都看過他的家書 再來看過他一些 一些拳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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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還有一個步驟 所謂挺經 裡面呢 他講 你要行得正 那 居正 不是總統有顧那個居正 是要行得正 要 居正位 然後要 要很堅強 而且要撐得過去 要挺得過去 像我們2008年底 碰到那個狀況 就是硬挺 那兩個字呢 深藏在我的那個心中 就硬挺 靠那個字過去 後來 那個副總碰到我說 我懂了 你真的厲害 我沒辦法先笑 開這個會呢 我們總經理在場 協理在場 應該十個九個半多 會說好 十二塊一股賣給你 你呢 很客氣是好 那我要回去賣股票 我朋友三十塊要買 我不能跟你吃飯 其實我是 心裡有一點氣 不想跟他吃飯 但是我回去真的賣了一股三十塊 那 他後來呢 絕對呢 很後悔 因為他是 恆耀工業 賣他三十塊 不是恆耀國際 那恆耀國際 當初可能三十塊 到處可以買 當初恆耀國際可能二十幾塊 還有時候得到十幾塊 當然現在到八十幾了 因為我們這幾個 那個 努力的在經營 那恆耀工業呢 是五價 要一百二沒人要買 有的是一百二要買 沒人要買 所以他們也後悔 哎呀你什麼 聽說你的行情是上百 又沒公開發行 又沒上市櫃 我說這樣才可貴 還是看到EPS就好 那你這個都 做到了 其實元和地 這個一個 一個循環 其實春夏秋冬 要春天要去播種 夏天讓它成長 秋天那個 跟那個縮成 那下那個 冬天就冬長 一直循環 那冬天呢就循環 冬天是環境 很困難 你要挺得過去 那你這樣做呢 其實你把這個做了 行 做了以後你得到了 這就是德 德就是一個善行 好的 那接下來講到企業乳 五大功能 一般呢 不照這個順序來講 那我是照這個順序來講 因為菜總搞人事 他曉得 其實 公司如果沒有人就不用啦 企業的企業呢 沒有人就停止了 所以從人事 財務銷售 生產研發 這是企業五大功能 你這五大功能 你這五大功能就注意到 多用心去呢 經營你的公司 絕對要好 那 人事方面呢 其實呢 這也是 曾文正公的一個 用人的八字真源 這時候廣說 慎用 慎教 嚴神 廣說 什麼來 什麼人來呢 你覺得適合 都是要 可以用推說他 那你說了他以後呢 你就好好的呢 那個用他 那要怎麼用呢 你要先要教他 要請教 那請教以後呢 你最後一個要嚴神 就嚴格神 就是一個神 神之以外神 一個標準 嚴格的 用一個標準來審核他 那人呢 我們招人呢 這個 等四方英豪 同天下利益 是我一個檢察人 也是我讀經書的一個同學 大學的同學呢 他 他自己的那個 想出來的對聯 因為在19 1994年 我在廣州 在廣州市 我第一次到大陸去 民國八十安的1994年 我看到的對聯 一家商店的 前面呢 貼了一副對聯 他說 廣州的廣 廣州的廣 廣州天下有 共發世界財 我原來就 回來就跟我們那個小檢察人 講說 這一句對聯 這個對聯 很有意思 但是呢 太同俗了一點 你是不是要改一下 所以他一改就改成了 等四方英豪 同天下利益 改得很好 那其實我們招人是這樣 我們對待我們的核心幹部 其實也都是這樣 那剛剛說 怎麼來用他呢 你要有所用必有所事 所以說你要 要他做什麼事情 尤其有責任問題的時候呢 你不能隨意就授權給他 你一定要去試試他 用一些比較 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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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心問給也是這樣 有人一百萬放他 那個 要他保管 不會拖 不會把你拖掉 一億咧 他可能就跑了 晚上就搬家 明天又找不到 所以要有所用必有所事 那後來呢 再下來呢 講到所謂的 銷售 銷售呢 還有發展的財務呢 跟銷售呢 其實呢 我們這二十幾呢 一九八八到新的發展 我是零創業 我是一塊錢都沒拿出來 我自己去借錢 來投資公司 那公司呢 當初呢 又借不到錢 又公司又借錢 所以我有一本禮記簿啊 大概五十一耶 前面是借那個 寫了公司的民間的借款 後面翻過來 是我個人的民間借款 那本我要放著 那本呢 我一直一翻呢 真的是刻骨銘心 那前四星啊 那不是都用騙的嗎 我一上啊 他就 聽到 我平常知道阿飛阿賴夫 拜託啦 那四百萬號 一個百個阿出來 啊 天下那個 鄉下的 那個阿伯齁齁 沒了解這麼多 看我也是慈眉善目的 一些 相當可信的小傢伙 說 欸 阿嬤啊 開四百萬號 不然他怎麼知道問題 我現在拿回去 但是確實也是很辛苦 比息是一個月2.4% 不能分析啦 那時候呢 有時候是要借到三分 我身邊借到三分 我最高兩分是兩分 一分八 一個月1.8% 1.5% 就要給你的急功倒線 這樣急功倒線 我們是這樣拚過來 公司也切 個人也切 所以呢 我們在低利的時代 要用很高的財務槓桿 其實到現在呢 我們的財務槓桿 還是用的算高了一點 不過還是在銀行任何範圍之內 用的高一點 因為呢 在你還沒上市貴之前呢 你確實靠自己賺的錢 來再投資 沒辦法配合你的公司成長 來不及 看不見了 你一定要借錢 一定要借錢 那其實我是有算過啦 你在那個時機呢 能不能掌握 即使你拖下去 你如果一失敗了 你能不能收場 要冒一些錢 要冒險 你不敢不冒險 那你有大概 覺得說 我虧了我虧了錢 那你就要妥了 要冒險 那在銷售上面呢 我們呢就是沿用 統一公司的創始人 就是高清淵的師父 吳修琪 老先生的想法 統一現在有沒有三好一公道 我不曉得 已經換到羅種了 有沒有三好一公道 我不曉得 但是早期的統一就這樣 三好就是 他的信用好 他的品質好 還有呢 他的服務好 一公道就是他的價格公道 到後來呢 我們台灣的機械 機械業呢 有的人就講三好 不講一公道 所以三好就是 你好 我好 大家都好 我公司自己也好 我的客戶好 社會也好 所以這個三好 那最後呢 生產跟研發呢 你一定要做到日新又新的一步 就是你每天一直在想到 新的製程 還有新的產品 一些研發一些呢 那個 當然要整個人力啊 設備啊 跟你的模具 你的製程 都匹配上來 一定要想要日新又新 日新又新呢 你才能先而一步 就先持 才能想而先進 才能先進 才能先而一步 你領先呢 一步就好 領先一步就會賺哪錢 最好的一個例子呢 跟機械相關的行業呢 我最喜歡舉了兩個例子 其實是尚營 尚營科技 另外一個就是 可成 尚營的 佐董 跟可成的 宏董 其實是我很尊敬了兩個 業界的那個 領導人 他們確實做事情都是先而一步 贏一步就好 有機會 如果 宏董談他的創業當初呢 會贏人家一步就創造 他現在呢 一年六七百億 的營業額 一百多億的旅人 你就曉得 他的理念 從開始出化就對了 他的營業人呢 他爸爸的年代 跟我都是很小 我創業的時候 他還是他爸爸在經營 後來呢 他回去 他是台大畢 醫學畢業後的放棄行醫 連醫生執照都不考 他爸爸說 你把醫生執照考了以後再回家 他說你要我回來 我就不要考 只要破五存週 破五存週才沒有退路 所以他就這樣一路衝上來 其實他當初呢 做所謂 現在是手機的機殼 他是他領導 Apple覺得他的 那剛開始是AMD的上下幹 做美女的 其實那時候很慘 其實人家的良力 13% 他18% 他現在就賺錢 良力13% 他18% 他還是衝 他覺得說我領先 那5%夠了 後來一直拉上去 然後又轉期 又開發新的 那個 材質 其實他一直在開發新的東西 在材料上來突破 變成手機業者呢 要推出細密的手機呢 要問看看他是哪一種材質比較好 那那個佐董不簡單 他把滾出鎬樓桿呢 跟上時代背景線性滑軌 那現在這微系統 又開始搞那個 出資人 那個章魚 也算機械手 那下來就實事求是 實事求是這很直接吧 那我要 實事求是呢 最經典的就是王友欽的經營旅圍 追跟就離 那其實呢 跟政治沒關係 跟黨派沒關係 你如果去回顧共產黨發展的歷史 張國濤李大招不談 從毛澤東以後 他傳承了他 毛澤東是在湖南玉露書院讀書出來了 又到北大圖書館呢 去當管理人 其實他當管理人 也是為了要讀中國書 所以他是 後來他也當了熊實力的學生 熊實力呢 可能大家比較不清楚 其實熊實力也是一個 經書的關鍵人物 尤其是英國以來 就是熊實力 馬伊甫 再過來是我的老師 熊實力 毛澤東也上過他的課 他也寫了一封信 後來叫論六經 希望呢毛澤東呢 用呢 中國的六經來治天象 結果毛毛沒聽他 我要搞成文化大革命 所以呢 我說毛澤東從湖南的玉露試驗 玉露試驗他就 繼承了那種 苦幹實幹 那一定呢 是事情呢 是實際上呢 動手動腳去做出來的 不像呢 台灣有些黨派是用嘴巴去做出來的 這完全不一樣 所以為什麼呢 國民黨在大陸會拜 共產黨呢 用的小米交步 敲十幾萬人 打敗他 兩三百萬的部隊 在兩三年間就垮 那有理由的 你可以去好好看 他們的三大戰 怎麼打 那到現在 玉露試驗我們朋友呢 兩人選去參觀了 湖南的玉露試驗 跟他們那些玉露試驗裡面的 那個 那個 老人家跟學者談 他們相一跳 傳承了六七百年的 那個精神沒有散掉 就是湖南的苦幹實幹 求實的精神 沒有散掉 這是他們 很恐怖的一個 一個集成的力量 所以大陸的 那個五百 五百佳南 五百佳南的空置 學院不是開講 那是真正有時代使命的 這跟真正沒關係 完全是講文化 再來就是以人為本心存同仁顧客 說什麼東西呢 你都要用人本的思想來出發 那你心裡面永遠在想到你的同仁 就是剛剛講的員工 我其實呢 我都是講同仁 我也講講員工 那客戶就是你的顧客 要永遠想到你的客戶 你的顧客 那最後一個結論就是 季季未季 就是不管你哪一個階段性的發展 季季未季 季季未季就是 一經六十四卦裡面 最後兩卦 季季說已經呢 事情完成了 功德圓滿 這思運已經呢 那個 有成了 那未季說 哎呀 禮拜禮戰 已經還是在草創 一直沒辦法 達到自己樣的目標 還算在一個未成功的階段 不管你是季季未季 其實你現在的成功 算看起來看短的是季季公司 呢 國歌員嘛 載在一個很好的製造點 很好的獲利 但你看遠一點 可能是未季 所以一定要有這兩個思想 季季未季是並存 哪一天 人家說 有時 未更有時這更好 有時這更有時會更好 風水輪流轉 季季未季一定要並類來 存在你的腦機裡面來思考 好 好 最後大概這樣 時間可能 不夠了 因為五分鐘 三分鐘也不好 我把台灣的空氣呢 那個 埋害呢 介紹一下 同意的舉手好不好 喔 這個 還是 主流民意 那就讓我講 那是台灣的主流民意 是可能會害了台灣 要想想一想 主流民意呢 不一定是國家好的方向 台灣的主流民意 確實有問題 確實有問題 但是 民意如流水 希望它還會變好 變好 變好 好的方向去變好 這非觀感率 非觀感率 好 再下來 台灣埋害 PM2.5 還有PM10 沒想到台灣呢 大腸癌呢 比例是世界最高的 現在台灣一年呢 得到大腸癌的人數呢 已經快破一萬五千人了 兩千四三百 兩千三百四十萬人口裡面呢 一年呢 有將近一萬五千人得到大腸癌 那是全世界最高的 所以台灣的食安 確實是台灣的一個大危機 不把食安搞好台灣未來的 可能就是因為食物 食安把台灣搞寡也有可能 那第二個 台灣的埋害 PM2.5 PM10 所以PM2.5來說 PARTICOMMU SIZE 它的就 這微懸無力 我們把它翻成微懸無力的外境 小於 2.5 MU M 微米 小於2.5微米 小於2.5微米 的懸浮力 把它做個統計 如果 像呢 如果你看到呢 那個 公佈的數字 是PM2.5 50 這50代表什麼意義呢 就是 這種這麼小的微懸浮力呢 在每個地方公尺 每個CM三方 每個M三方 每個地方公尺裡面呢 有50個MU Z為克 有50為克 有50為克 那就是PM2.5 50 PM2.5很嚴重啊 聯合國的標準是PM2.5上限 合格是10 以前是15 最近要把它修成10 但是台灣呢 台灣政府是35 所以你看到公佈的35 以內都說空氣良好 這是騙我們台灣的人民 那 PM10呢 PMS一樣 PALICOMATIO SIZE 是10 就是 外勁 這種微粒的外勁呢 是10的MU M 外勁 10的MU M 以下的 就叫PM10 那PM10呢 世界標準就沒定很嚴格 那台灣的PM10呢 一般呢 有時候會達到100多 那 好的時候呢 六七十就算很好 那PM10比較沒關係 那吸進你的肺部以後呢 他還是會 讓隨著你的呼吸再吐出來 那PM2.5 因為這種維權物力太小 而且來源都是 其實大陸的沙塵暴影響台灣不大 不到三層 而且大陸的沙塵暴 我是覺得 它的來源是從 那個 內蒙的黃沙 成分不是很嚴重 最嚴重的是我們的火力發電廠 還有我們的鋼廠 所以我上個禮拜的碰到中 剛剛的董事長呢 跟他談PM2.5 他面有藍色 中鋼污染在中部的比例 中鋼有中鋼嘛 他的轉頭是中榮在台中嘛 那中鋼的本廠在高雄嘛 他有跟我講比例 我說你要想辦法 他面有藍色 所以不能公布那個比例 那PM2.5的你吸進你肺部以後呢 主要來自火力發電廠 台灣的火力發電廠都是燃煤 燃燒生煤跑出來的東西是多有可能 基本上都是有重金屬油 一些化學品 然後來自鋼廠一樣 再來就來自的化學工廠 再來是另外的主要污染 來自我們的機車跟汽車 其實機車是占很大的部分 所以這PM2.5在台灣 如果呢 不及時來改善 當然改善的方法 另外大家去討論嘛 像埔里呢 因為受到台中火力發電廠 台中火力發電廠 台中火力發電廠 它是燃燒生煤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火力發電廠 加上中農的高度的影響 埔里跟主餐啊 我有朋友呢 他在大陸撞飽飽 去年呢 下半年說 吳修啊 我回來了 到我們埔里來 我在埔里呢 研究什麼的 來調配我的咖啡 我明年要在大陸再出發 那口袋飽飽 我說你回來幹嘛 哎呀 休息一下 我們埔里呢 好山好水好空氣 你有空來 我就這樣 他叫我餵國龍 我說國龍啊 埔里是好山好水 髒空氣 怎麼可能 我說你上那個網站 看一看台灣埋害裡面的 那個埔里是什麼狀況 哇 幾天跟他跟我講都慘啊 這怎麼都住在那裡 所以埔里今年五月份發起了 第一次反空物的遊行呢 他就去參加 那我另外一位朋友住在崇山 他們在家裡露骨是種茶的 他說哎呀 兄弟我們露骨的茶呢 最好說你露骨的茶都免費調味 而且味道呢是很特殊的 後來他一看 哎呦怎麼PM2.5這麼高 他也笑了一跳 他也笑了一跳 所以從PM2.5呢 我注意了以後他的潮我不敢買 我不敢買 因為我覺得都污染 都污染 所以台灣呢 那個PM2.5呢 如果不及時改善了 我們的肺癌的人數呢 學會想 那個 肺腺癌的人數呢 從 3000 4000 5000 5000 5000 7000 8000 9000 我想兩年內 覺得破案 破萬 那絕對沒有一個國家 有這麼高的比例 而且呢 已經有一些統計出來 調查出來 最早 在台灣 罹患 罹患 肺腺癌的 大部分是 吸煙的 還有家庭主婦的 油煙 現在不是 現在跟這個相關性 相關性慢慢在偏離 主要是我們空氣污染 好 以上的報告謝謝 謝謝 六個市長欣賞的分散 相信餐廳的各位 一定休憶難多 多了感謝 吳董事長 蒂玲 管理學院師生 想像一致意 現在由蘇澤偉同學 代表 謝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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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董事長 請回座 金日 武董事長 從為何談自我 自我如何被探討 自我認識 自我堅定 事實事事事位 到自我完成 讓我們所有人 對自我做了一番 重新的認識 相信 在座的各位 一定迫目擊待 想要請教我們 武董事長 更多的見解與經驗 接著就要進行Q&A交流時間 我們邀請吳董事長 蔡總經理 柯副校長 一同上台參與交流時間 那我們以最熱烈的掌聲歡迎吳董事長 蔡總經理 以及柯副校長 恭喜柯副校長為我們組織 謝謝柯副校長 吳董事長 蔡總 還有陳院長 各位嘉賓 各位老師同學 那時間很寶貴 我們今天大家都已經聆聽到吳董他的心靈思潔 不只他的專業 不只他在事業上經營的很多理念經驗 而且大家也很有機會今天聆聽到他的心靈思潔 他的人物素養 相信現在有很多的問題 那歡迎現在大家更進一步 把你剛剛一無未盡的你可以再提問 可是剛剛司翼那邊跟我提說 因為時間關係 所以我們開放兩個問題 所以大家一定要盡快的把握兩個問題 好 來 我們現在請 來 我們已經有三個問題 那我懂我們是不是就讓 已經有三個去 我們等一下就讓三個都提問吧 好 關於那個工資人才培育方面 他們的做法好不好 謝謝 其實呢 剛剛我講的巴士真言呢 講起來很容易 但是呢 人才的培育是很困難的 我想呢 這方面呢 蔡總經理應該是我的一個先進 那以我的經驗來講 要看你是什麼人才 真的呢 張忠謀 莫里斯講的人才跟施智農講的人才不一樣 莫里斯講的人才是先天的 那 別要不出來 那施智農講的人才是 因為施智農呢 他的出生背景的關係 他是一步一腳一 把人這樣拉拉上來 但是他兩個經營的企業 確實就 往兩個不同的方向去發展 就以前的S 還有明基 這就屬於 屬於施董的企業發展領域 那當然呢 所謂張董 張中某的就主要是台積電 那台積電確實呢 他這個代工模式 跟他的效率 還有他的那個製程能力跟他人才的培育 那是真的呢 是值得我們去效法 那我個人呢 的潛艦是這樣 你要因財失教 你招這個人進來 你招進來 你絕對是 你看上他哪一點 因為人沒有那個實權實美的 人有缺點 優點 那你進來把他招進來 其實用他的優點 但是他的優點呢 你怎麼引導他去發展去培養呢 一定要靠訓練 那光台灣的交易訓練 我覺得是一般公司辦的所謂員工交易訓練 大概都是在應付政府的那個要求比較多 真的訓練要有用呢 還是要有專人 而且呢 要適合實際 適合他的需要 因為需要而有用嘛 你教他一些都用不到了 對你公司也不好 交了以後呢 他用不到 你公司不會收益 那他用不到了 他也沒什麼興趣 所以基本上第一個是需要而有用 教他 他的需要 在上班就是公司的需要嘛 教他需要的 第二個呢 一定要引導他 幫他開出一條路來 讓他看得到他的未來 像我們現在呢 在刻意培養幾個工程師呢 我們現在呢 雖然他屬於這個階段 但是我們跟他講 你如果配合公司的需求 還有你個人呢 發展呢 如果可以配合公司的需求 你一定可以這樣一接一接往上來 讓他看得到他的未來 那第三呢 他如果配合你公司發展 讓他退休 他大概有多少退休金 這可以 一個很確實的問題啊 鴻海呢 就重新 重新發生過一個例子 我不要講人啦 我的朋友是他那個 郭刀炮 郭董 底下一個總經理 幾年前呢 郭董剛興奮的時候呢 跟現在這個太太呢 可能呢 調和的不太好 也買了 為了買新房子的 有一些裝潢 有一些口角 所以他就 天天在公司呢 上班到9點 10點 11點 晚上都不回家 那太太呢 要她吃飯 她也不管她 那段時間呢 又特別呢 鴻海又面臨了一些 又有所謂以前的奇美電子 現在叫什麼名字 我忘了改名字了 叫做群創 群創科技吧 以前的 這個奇美電子又是 面臨了一個 很困難的經營環境 所以郭董這樣 比外兩頭燒呢 那個 變得更加的 狂熱 對工作人家狂熱 有八號九個總經理跟他講說 可以 我要洗頭 我賺不了 那當場呢 郭董總的才是呢 你如果退休要走 不然我們大家 這回來走 其實 沒有人敢走 因為他的制度設計呢 總經理其實後面退休了 那個金額有的是上億的嘛 我想呢 那個 哪一個呢 那個 不知死活的交友的 真的辭職回去的 我看老婆一定會跟他的拼命 因為呢 你提前離開 那個 那部分呢 就沒有了 所以呢 你一定要呢 有個東西悬在那裡 實際上的東西 就錢最好 獎金最好 然後悬在那裡 讓他可以一心一意的去工作 這樣的人就會上來 這大概這三個方向 這三個方向 這三個方向 請問一下嗎 因為我覺得 我很 我很不要 兩個問題要自己問一下 第一個就是 你如何鼓勵同志我 現在的那個大學生 年輕人都很自我 那你如何從自我中 怎麼樣 鼓勵一下我們的大學生 他的那個未來的方向 就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了 就您公司的經營上面的話 可不可以請您 可不可以為我們產業 能夠進行到航太擴建嗎 那我倒著回答 我來倒著回答 航太擴建呢 我在要來的那個途中 還跟我們的 蔡協力還有我的那個 陳秘書講到說 我們呢 要好好來發展 航太擴建 其實橫耀工業是 亞洲地區第一個 所謂銀利事業單位 軍中的不算 那個銀利事業單位 第一個拿到所謂 QS9000 那AS9000 航太 AS9000認證 那拿到以後呢 我們發現呢 整個管制標準呢 跟我們所謂的 汽車廠 當初還是QS9000 不一樣 所以呢 市場就牽不進去 所以我們只維持 大概三年就把它放棄掉了 那這兩年又想呢 因為台灣的 呃 航太零件 呃 擴建其實是在台灣的 航太零件 起飛算比較慢 其他一些航太零件 像柱龍他們呢 做得很好 我前幾個月才去看了兩家 我很吃驚啊 我大吃一驚 他們呢 五年不見了 都已經呢 整個脫胎放股 而且確實掌握到收益 很蓬勃在發展 那我們的政府呢 那個經濟部工業局 都很肯定 那航太構建 其實我也是被指定 發展了一個廠家 但是很可惜 這三年沒什麼進展 但是還是有一兩家已經進去了 那最早進去的就所謂的 英文名字叫Navco Navco的 他改組過幾次 我忘了他中文名字 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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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達科 封達科 封達科呢也是一波三折 但是這幾年比較穩下來 換了幾個老闆比較穩下來 現在是 好像是神腦呢 是主要股東嘛 總經理是他派的 他做得不錯 那未來呢 有希望 但是呢 你如果在台灣埋頭虎干 沒希望 因為呢 最大的市場需求呢 是在大陸 現在雖然 民航客機的兩大製造商呢 一個是 美國的波音 一個是法國的Airbus 但是呢 最大民航機的市場 需求市場 已經是在大陸 而且大陸的中運量 中運量的 飛機呢 已經飛了 試飛了兩年多 應該2017 就可以真正去納入營運了 他是法國Airbus A320去設計的 所以你如果談 航太擴建 把研發放在台灣可以 但是你未來呢 一定要在大陸有產 但是絕對有挺多前途 因為航太擴建現在還是都是在 在歐洲在美國來生產 真正在台灣來的比例很小 Navco也不是做得很廣 Navco當最大的客戶呢 是GE GE做那個噴射引擎嘛 那個噴射機的Turbo 他是做GE 所以這個呢 是值得發展 那我們也納入我們的發展項目 而且我們最近也跟法國的一個 航太擴建製造商 有初步的一個接觸 他是要我們到大陸跟他去配合來設廠 那你最好是找到歐美的 航太擴建製造商跟他合作 那配合他 即使要到大陸也好 到美國到歐洲都可以 你在台灣呢 我是覺得發展會有限 因為到最後呢 他不但要你Global 是一個Global Supplier 你而且在哪個點 在歐洲 美國 日本也好 日本現在其實有個客機也要起來 三年也在搞客機 那在大陸也好 你都要被要求是一個Local Manufacturing 不只是Local Supplier 有工 有倉庫 你要有製造點在那裡 所以我的一件是 配合歐美的航太擴建的客戶 跟他來合作 那 第二階段 一定要進大陸的市場 而且最好廠在大陸 如果你有那個主控權的話 那絕對是可以發展 因為汽車擴建呢 搞到現在來 大家也快把紅海 把南海搞成紅海 所以我們每一 我們幾乎是每一天都開發新的東西 每一天都開發 我們的禮拜五 禮拜六禮拜天禮拜一禮拜二 就前面四天呢 我們是國內旅遊修四天假 我們的菜協旅 我們工程部的協旅 他四天都沒休假 他還是呢 貼著我們工程師 還有現場的 那個技術員在試測 那我每天呢 我是很關心 但是我就是躺在家裡 我是躺著看 問他的進度 所以呢 航太擴建呢 確實是台灣可發展的項目 但很可惜台灣沒有市場 台灣的市場 你就要跟長榮來合作 長榮呢 張國偉他有一個很大的案 你可以跟他去合作 但是呢 維修市場太小 維修市場太小 你只要搞製造的話 尤其擴建 擴建呢 你就知道 趕來被人蹦蹦蹦蹦蹦蹦 走出來 那維修市場 喔 這量很大 這個規格 一千里完蛋了 一千里 跑快一點 五分鐘就跑完了 呵呵呵 好 那另外問題呢 你說呢 現在的大學生都很自我 那 如何來引導他們 來發展自我 其實現在的大學生呢 我是覺得呢 台灣的大學生很可愛 台灣的人心很可愛 但是呢 台灣的人心呢 因為這個時代 給他們的太好的成長背景 就剛我講的 父母一直要他們的事 要 要讀好的學校 有高的學歷 我家到現在呢 我家是 從大陸移民到 台南觀廟來 我是第十一代 我的兒子 第十二代 我的孫子 第十三代 但是我們家呢 是到我這一代才試制 到第十代 我父親這一代呢 都是不試制的 那我試制了以後呢 又讀上大學 我父親是高興的不得了 那 他呢 只跟我講 其實是 拍名 害怕 是我父親 給我的一個 訓示 他說 台灣人 就是要做牛做馬 台灣人沒有 安於享受的 那個 條件 他雖然是 國小三年級畢業以後 他就 不讀書的 就開始跟著我的祖父護龍 但是他對人生的道理 體悟呢 他是在 像慧祖 六祖慧能 六祖慧能 六祖慧能是不識字 那講佛理呢 是比那些台灣現在的博士們都還厲害的 那是從書面上看來 六祖慧能真的是 傳佛教的經歷是一流的 所以教育跟你的成就跟你的高度是沒有直接關係 那這些大學生我剛剛講了 因為 這個環境讓他太安逸 太容易的過剖 很多呢 台灣的大學生呢 為了要研避 要讀研究所 讀到博士 其實他是在逃避 他是不要面對他出社會 就業賺錢的這個 呃 情境 覺得說 在父母的保護傘之下 他可以偷幾年就偷幾年 年輕人絕對要秉持著心態 你越早出社會越好 出社會學到的 反而是更實際 像呢 我三年前碰到我一個老師 他參加了一個婚姻 碰到我 大學教我熱處理 他一碰到我說 我給他名片 這家公司我認得 那 你是董事長 哎呀 當初呢 你熱處理做經校實驗 你是專門呢 那個應付我的 你畫了那個經像圖 我給你警告幾次 你根本沒有用心在學 那現在有沒有通 我說老師 我現在通了 因為我的製程裡面 就有熱處理 我一定要把它弄通 所以呢 我如果沒這需要 我也沒學 在學校 其實是沒學通 那學經書一樣 我在大學呢 讀四書 讀 易經 讀春秋環 讀 知識通見 讀 孫子兵法 那個領悟跟我50歲以後 再回去看領悟 完全不一樣 所以現在 近代的大學生呢 在這種年齡 要有 我們這個想法 說你們不要沉迷於小確幸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呢 就是要靠一些制度的引導 一些課程的設計呢 讓他可以 從他的心裡面呢 來去轉換 我就說 要以心藏心 就是說 把 上一邊的想法 可以透過呢 一些呢 其實這種就是 不是呢 用講的啦 一些呢 呃 行為呢 就是人家所謂的心傳 讓他感受得到 那這 最大的影響是 其實是父母 父母跟老師 但是很可惜 台灣的老師呢 我覺得在座的都是合格啦 台灣很多老師 老實講是不合格啦 在為 用那個為人師的標準來講 是不合格 只是呢 一個 那個知識的 那個 專業知識的販賣者 我講這句話 很不客氣 但是我沒有 那個 沒有 那個 沒有是去影射 那個 哪一個人 有這個現象 有些老師 確實是 像呢 我一個朋友呢 在高中 只要什麼課也不講 反正呢 我就跟他講說 哎呀你好像是播錄音機吧 而且那女孩子是 當初呢 鼓勵退休 25歲就可以退休了 所以那不是25歲 25年 50歲就可以退休了 他現在就退休了9年了 我說你當初在學校呢 根本是像錄音機一樣 結果那個 那個錄音帶呢 播了25年 現在政府一個月 還給你七八萬塊 實在是政府 太偉大了 其實台灣很多老師 老師是 有時候 有時候 沒辦法傳到 縮葉結構 其實老師 一定要傳到 縮葉結構 那 把年輕人的一些想法呢 用 那個老師的 那個 歷練 把它扭轉過來 讓他 老師的想法 能伸至他的心裡面 這樣才 才 可能去改變 不過 確實呢 我碰到的人 都很自我 那 這不是不好 但是呢 到最後呢 因為沒有人引導 他方向呢 確實抓對的不是很多 比例不是很高 所以造成台灣現在 好像 人糊一室 這些年輕人呢 覺得說 這工作我不想做 那 要聘他的人 覺得說 你最好是不來 你還不夠格來做這工作 就沒辦法 那個匹配上來 好 這大概是 我一個回答 好 好 謝謝 那個 吳董 給我們師生的名利 裡面包括我們學生要務實 而且最終 要實 實作也很重要 從實作中學習 也希望 吳董未來 學校現在非常重視這個部分 學生的實作 所以在我們很重視見習 實習 或服務學習 那希望吳董未來 也有機會讓我們的老師跟學生 跟您合作 跟您的品牌企業 能夠來合作 有更多的 跟您學習的機會 好 希望 而且呢 很期待 那如果我補充一句話 好不好 我忘了呢 跟亞洲大學呢 恭喜啊 亞洲大學呢 創校15年 很不簡單 好像今年 還是去年 開始呢 擠進了全世界的 五百大 好像四百七十幾名吧 跟吳董未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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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最近的兩年 我們是進入全世界最年輕的 最年輕的 50歲以下歷史的大學 我們進入百大 另外在亞洲大學的 所有的大學的排名 我們也進入百大 所以 全世界是進入五百大 金晶 就是還有 就是金專五國 經濟體 我們也是在百大 那全世界的話 是我們的兄弟學校 中國一大 已經是進入四百大以內 那我們 我記得是六百 六百多 我們努力在邁進 董事長給我們兩邊的目標 是要進入前250大以內 所以 跟我們加碼吧 我昨天晚上 謝謝 抱歉 最後一句 我昨天晚上採巧的 那個亞洲大學的董事長 就是中國醫藥大學的董事長 就是蔡董事長 我說 難怪 他的經營會做麼好 十文有這個成績 這確實是不簡單 未來我們的師生 那更多 剛剛吳董也提到 我們能夠跟他的品牌 藥有更多的 不管是產學或者是宣實習的機會 那麼最後 我們也請蔡總理 來給我們的師生有些免力 好 大家辛苦了 那個 我想今天 吳董事長的分享 從小我到大我 很少有人可以這樣分享 那 吳董他算是蠻特別的 不過相信有人聽起來還蠻吃力的 因為今天我發現有點在上 國文課 有一部分 對不對 有沒有 其實我都覺得 可是我很安靜的 聆聽吳董的解釋 我覺得 有些思維 是我以前沒有想到的 所以 這是一個很難得的一個體驗 那我覺得 其中有一段文字 我覺得我想跟大家再 分享一下 就是 就是 吳董裡面有談到 自我完成那一段 有一句話叫做 全局與異語 對不對 這是異語 異語這個 其實這句話看起來 看起來字好像很簡單 可是事實上 他在我們的 就是在組織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 見數又見你 我現在發現很多 這個幹部 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他們最欠缺的就是這個 就是你還可不可以再 做得更好 或者是說可以再 擔負更高的責任 就是那個 見數又見領的能力 你要全局 因為有那個 看見高的視野去看之外 你又 又可以放下身段 又做一些 就是基礎的工作 但是呢 就是 要有系統性思考能力 我覺得不管你現在 是已經是在職 或者是 是同學 我覺得這個能力 要去培養他 然後至於說 自我的那一塊 為什麼現在年輕人 所謂自我那塊 我覺得那是因為同學 還不夠了解自己 所以我在這邊要鼓勵 同學們就是 你要去自我發掘 就是多了解一下自己 然後了解自己的強項 跟弱點是什麼 因為你進入一個公司 一個進入職場的時候 組織裡面 他是需要強弱互互的 因為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有優點 那通常我們企業界用人的時候 都會先找你的切入點 譬如說你的切入點 是你有什麼樣的特質 或是你們有什麼樣的強項 那進入公司裡面的時候 可能給你第二專長 或者是說 在你組織裡面 你可以發揮什麼樣的角色 去跟其他同學做庫補 基本上我們會用這樣來思考 所以同學們 第一個你要先了解自己 那如果你不是 你說我怎麼知道了解自己呢 第一個通常 通常我們很多人 有時候會了解自己 有沒有一個部分 那別人的眼光 會了解你的一個部分 那另外一個是 就是你不知道 可能你的家人 或是同學朋友 老師會了解一個部分 所以可以多一點交流跟溝通 那就是跟同學之間 就同儕之間 還有長輩之間 你可以多多請教他們 另外一個就是 如果有一個你很討厭他 或者是他很討厭你 你也可以去跟他請教 因為他可能跟你說的是 你沒有看到的部分 我覺得那也是我們學習的部分 所以從自我的話 先從了解自己開始 最後要祝福大家 不管你現在是幾歲 記得一定要做你自己 然後做你自己 有能力做的 做這個社會 就是你的生命 有價值的東西 這樣就是對的 謝謝 好 實在是義無未盡 但是我一直在被提醒世界到 那今天也謝謝 這個舞董師長 謝謝蔡總經理 傳授了很多 不管是在經典 這個舞董讀經書上面的領悟 可是那個領悟可不簡單 那個是融合的 不是純經書的知識 是融合了他的生命故事 融合了他的很多經營的經驗 然後在把它融合之後 然後傳給我們的 那我們很謝謝 吳董師長 那蔡總經理 今天很多 給我們的寶貴經驗 那神讀十年書 這個是很值得 那也謝謝大家 熱情的參與 那麼在這裡 我們要在這裡 搞一段落 最後我們再一次的掌聲 來謝謝我們 吳董師長 謝謝我們 蔡總經理 謝謝三位客人 謝謝老闆